各位朋友,在我的播放清单里面有一个幸福人生的环节 其实这本是根据幸福人生六十首则的书里面取材出来的 也是一个可以说是现代的弟子规教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去孝顺父母 这本书是一位张游行的教授篇著,是结缘品 我已经讲了第一篇里面的孝顺,孝顺也分为十则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第二则,第一则是孝顺父母要尊敬师长 这是我们做人的基本,而第二则是什么呢? 是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要令父母担心 因为身体发肤受资父母,我们不能随意委屈 兼且养儿一百岁,长休九十九,可想而知如果我们有不舒服的时候 你说我们父母多担心多忧虑呢? 所以我们要保重身体去孝顺我们的父母 但是现时的青年很多时候都是忘记了这回事 是喝酒、吃烟、不好的嗜好,或者是通宵不味 或者是夜夜不归,令父母是很担心的 甚至他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他们走上不归路寻求自杀 你可想而知一个白头人送黑头人那种悲痛是怎样的呢? 如果你想自杀那一刹那你回想一下,可能你就会打烧这个念头的了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想自杀而打烧念头的故事 话说曾经有一个人呢,他是很失意,他要自杀了 所以他想着就爬上一棵树那里,由一棵树上跳下来 这棵是樱桃树,当他爬到很高高的时候,准备跳的时候呢 旁边有很多小朋友,见到他站在树顶那里,就走来问他 你在上面做什么呀?那这个想自杀的人就 哎呀,没什么心机,我都想死了 但是对着那些小朋友又说不出,怕着吓到他就说 哎呀,我在这里看风景而已,那这个时候 那个小朋友就问他,哎呀,树上这么多樱桃,我们很想拿些来吃的 我们又不够高,你可不可以和我们窄点呀? 那这个失意的人,当时才看下,哎呀,原来这棵树真是掌满了樱桃 那么多小朋友在下面很渴望的眼神,希望他拿到这个樱桃来吃呢? 所以这个人呢,哎呀,虽然是想死了,心情不好了 但是,禁不住这些小朋友的要求,他在树顶上面呢 就是大力地放动,在那里跳,就把这些樱桃呢,不停摔下去地下了 那树下面的小朋友当然很高兴啦,大家就是很高兴地 收拾了就走了,拿回家一起和家人分享了 那这些小朋友一路走的时候,这个失意的人看着他们 那么高兴的背景一路一路远去,他忽然间就感觉到 刚才想自杀那种的情绪完全是没有了,是一种很开心的心情 看到那些小朋友的欢乐感染得到他,所以他都觉得 周围都还有那么多樱桃,他又顺手摘了那些樱桃,爬回到树那里带回家 把樱桃分给他太太和他一起吃了,他们一路吃的时候 那种的笑容,那种的眼神,那种的欢乐感染到这个想自杀的人呢 觉得我刚才为什么这么愚蠢呢,好在我没有做错事 原来生存是这么好的 所以各位朋友,虽然人生不如意是十上八九 当你遇到这些坎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独自承担 和你身边的人分享,说出你心中的不安 他们一定会帮你齐心合力度过这艰难时刻 千万不要想一个不好的念头 想着我结束了我的生命,就不需要面对了 其实这个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反而放开心怀 大家分享了之后,有一个解决方法都未定的 所以当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不要逃避它,不要萎缩它 我们要面对它,处理它,处理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放下了 特别是佛教徒,人生难得 你如果是错过今生,你要去自杀的话 你是更加受更加多的苦楚,不是得到解决的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希望各位朋友 遇到不安又不愉快 和你家人朋友分享,大家寻求解决的方法 千万不要做愚蠢的事,走上不归路 因为你的父母是很痛心的 所以这个就是幸福家庭的第二首席 大家如果想家庭和乐开心,就要记住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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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